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2年5月20日 巨人3A黄伟杰时隔8天终于再获上场机会 9局上0.2落后登板后援 水手3A首位打者左打San Haggerty 外脚低位置右飘变速球 勉强插到球皮挤出界外 相当漂亮的外脚大幅度下坠曲球 打者回了一个大工棒 播报人指出这球只有71麦 接着补手配一颗高调速球 黄伟杰执行的相当到位 中间进胸口高位置引诱性十足 但视觉上升伪劲又不好攻击 挥棒落空三球三阵出局 而且会有跟上一颗曲球高达30公里以上的速差 打者更难掌握 黄伟杰4月29日后援三局炸5分 智者分率最高攀升到6.59 5月12日出赛3.2局掉一智者分 降到5.71 巨人3A正中以后援出赛为主的投手 有4位智者分率低过黄伟杰 而巨人队大联盟牛棚投手不稳的大概两三位 黄伟杰的处境能相当竞争 接着是右打Evan White 外角提前落地滑球坏球 变速球看似中间低位置好球带进磊 但瞬间下坠消失 打者上当挥空 偏换轨迹来一颗中间偏外角低位置曲球 打者勉强插到界外 再一颗曲球提前落地坏球 右打曲球除了下坠 还会捎带远离右打离去的轨迹 滑球会更明显 这是黄伟杰能顺利解决右打的关键 还待后续观察 这颗变速球实在是极品 看似从中间腰带位置进来很甜的球路 结果竞蕾瞬间脊椎到接近膝盖的位置 打者触不及防挥了一个大空棒 从打者迅猛挥棒的样子 就知道他认为是速球要全力挥击 但挥到空气三正出局 下一棒左打Gerald Kalnick 连续两颗内角偏低偏外侧变速球坏球 这颗内角大腿高位置速球 打者没掌握好 行程右侧滚地球出局 黄伟杰完成一局两三正无失分的投球任务 累计自责分率5.40 这也是黄伟杰七场出赛 唯一没有投出保送的一次 张玉成自从5月13日从上币名单归剑后 本日终于获得先发机会 担任守护者二雷手打第七棒 但三打数弯打吞下两次三正 在美国都盟美职棒协会 湖国码头犬队的杨戴刚 本场担任中外野手打第二棒 这是码头犬队逐场首战 二局下半两处局无人在累 杨戴刚第二打席 投手是Luis Ravirez 最高层级辰到小联盟2A 第一球偏内脚速球选掉 偏外脚滑球坏球 球进到好球带杨戴刚就果断出手 这颗内脚进腰带高位置球路 杨戴刚发挥打击技巧的强项 用insideout由内额外的打法 把球扎实咬出中右外野大强 历经27打数的等待 杨戴刚旅美手轰漂亮出炉 杨戴刚旅美后除了打出队时首安得到首分 本场又打出队时足场首轰 也打下球技第五分打点 这是杨戴刚第七场出赛 前面几场平平被用内脚球对付 或许这样把球带进来攻击反方向的策略是刻意为之 也代表杨戴刚的力量还是很足够 希望下一场摄影师拍摄可以更稳定 这场好险美食棒协会有跳出来救援 po出不同画面源头 否则杨戴刚手空画面惨不忍睹 从側向镜头看杨戴刚高抬腿大跨步 为扭腰带来更大的动力在瞬间炸裂 本场杨戴刚无打数一安打